像精氣鮮 南昇蝴蝴蝴 改善業尿 貧尿 成功零種類 讓你走路有好 讓阿哥有力 這罐一百多針 買衣送衣 只要3280元 你若拿五倍券 只要3千元 空白空空 399599 0800399599 倒酒香洗澡用品 夠皮膚不免驚歹 YES SIR 無關是野心酒瓶 有氣味 還是那條的酒 倒酒香 倒酒香思蜜沐浴爐 有茶宿 海鹽 請你調睡問題 讓你身體做好 不用怕怪味 倒酒香思蜜沐浴爐 開放瀉州煮沸 一罐就改善 一罐就改善 空白空空 103333 0800893 893 歡迎收聽快樂聊時室 歡迎收聽快樂聊時室 stairs omnn 各位親愛聽眾的朋友 大家摸 大家好 歡迎收聽 天啊 三次 禮拜 三次 都是用預錄 應該是吧 我印象當中應該都是預錄 因為這三天齁 要嘛就是在新絕江騎路口 要嘛就是跑到陵遠 跑到大寮黃昏市場去站路口 有一天是去哪裡了 新絕江 凌晨 還有一天我只站在... 倒一圍...有點忘記了齁 連續三天都在站路口齁 所以今天我們終於結束了討人宴的公投 為什麼說是討人宴呢 聽眾朋友 我那天看到有一個人他發文 他講的真的是蠻傳神的 他就說我們這個公投就很像什麼 你知道嗎很像大家 我先來分享一下今天的直播 聽眾朋友你這個臉書直播 我們要跟他分享起來 在FB搜尋快樂聯播網 FB搜尋快樂聯播網 然後呢記得按讚加上分享齁 那就可以這個... 線上觀看我們的聯帽 你沒有分享也可以線上觀看啊齁 不過還是拜託大家幫忙分享齁 來 那天看到有一個人就形容齁 他說 他這場公投齁很像什麼 很像大家在坐飛機 然後飛機呢你知道飛機起飛 就是總是要有跑道滑行嘛對不對 然後加速然後砰就飛起來了齁 他說就很像飛機起飛的時候 已經飛上去了 然後呢突然 國民黨就舉手說 欸我們現在來表決要不要換機長 大家知道那個感覺嗎 那個...因為...因為很多人 包含我自己我都覺得齁 18號我們是這個嘛 就是高雄台南大獲全勝齁 我們高雄是全台灣 贏最多票的地方 台南是全台灣不同意比例最高的地方 齁這個...南南連線齁齁 你看我就講說我們高雄 高雄要開出全台灣最高的不同一票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有高雄真的是直接利負 好 那...那個...那個感覺就很像是 高雄大獲全勝 結果隔天公投隔天之後 欸什麼事都沒發生 особенно公投隔天什麼事都沒發生 為什麼呢?為什麼會這麼空虛呢? 真的... 真的跟大家講 很...非常之空虛 因為你想喔 你想看看 總統選舉 不可以說太大聲 因為喉嚨還在訴訟 總統選舉 選了之後你只要你會得到一個新的總統 你只要你會得到一個新的團隊 你只要總統有一些新的方向他會選擇 市長選舉也是一樣 你只要你會看到一個新的市長 他至少他們不讓黨在這裡會有一堆局處首長 從文化局到教育局到什麼運動發展局 是大堆局處首長 新聞局對不對 所以你會有一種不管是市長還是總統 還是說立委議員雙計都一樣 你至少會有一個萬象一新的感覺 你知道嗎 但是呢你就覺得很怪 這個公投結束之後 怎麼這麼空虛 就是我們12月18是禮拜六投票 請問大家你有沒有感覺 12月19號的那一天跟12月17號 我們以18號做為一個分水嶺 公投的前一天跟後一天有什麼差別嗎 完全沒有差別 然後你就覺得說 蛤?阿我們到底是在沒用 沒用久是在沒用什麼 那不是說我們吃飽可以用 沒用什麼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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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沒有 不要懷疑 你現在這個想法是正確的 我們真的就是 真正是營營沒用 叫國民黨找麻煩 阿我們還要來收這個爛攤子 那個就很像飛機飛上去的時候 飛到一半 國民黨在機艙裡面舉手說 阿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現場齁 我們所有的乘客呢 我們來投票 阿投同意比較多 我們就把機長換掉 阿投不同意比較多呢 我們就大家做好 安全帶系好 繼續飛 神經病 我真的跟大家講是神經病 所以今天這個公投結束之後 有一種 有一種 怎麼講就是 有一種 鬆了一口氣的那種空虛感 那你如果現在呢 在看臉書直播 你會看到我 一臉長得就很像 剛洗好澡或剛睡醒 不要懷疑 我真的是剛洗好澡 但不是剛睡醒 剛洗好澡 這故事是這樣 就是 我今天早上起床呢 因為昨天太晚睡 我就真的沒有洗澡就睡了 我今天早上起床 我想說阿 這個有行程嘛對不對 我就提早半個小時 想說阿 那不然洗個澡好了 然後我就到浴室之後 我就打開熱水器 我就聽 因為我那個 我是祖室啦 我房租真的是 房東真的非常的佛心 我有電台的聽眾是 我們房東的爸爸 所以我不能亂講話 好啦開玩笑 我那個 房間的熱水器 是那種加熱式 就是通電加熱的熱水器 它不用儲水的 水來了馬上加熱馬上可以洗 那因為我前 前幾天就天氣比較冷嘛 我就有去調那個開關 把它調到最熱 那可能是因為電壓過大 所以它就 它就自己就跳電 所以呢 我今天早上洗的時候就發現 欸 我熱水開了很久 熱水器沒有亮燈 完全沒有在用 完全沒有在通電就對了 然後標示說拍的 所以沒辦法 我就只好靠房東了 他就跟我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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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洗澡 然後當然到4點多 房東來 終於把這個 熱水器搞定 原來是因為 電壓過大 跳電 那終於修好了 所以我就趕快 喔真的是 這裡也癢 那裡也癢 頭也癢 身體也癢 趕快洗澡澡之後趕快衝來電台 所以我現在全身 彈講講 因為 突然要洗辛苦洗了 好 來 這個是最近的 最近公投完之後 總是要休息一下 我禮拜 禮拜 禮拜六投完票 禮拜天回屏東 我阿嬤看到我之後 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唉唷 你又知道你家在哪裡喔 我想說 我家在哪裡 我們家在哪裡 我們家在哪裡 八八交流道 足田交流 八八快速道路 足田交流到下來 五分鐘可以到的地方 非常的近喔 然後 反正就很久沒回家 很久沒回家 那就當然 終於可以好好的 休息啦 那當然 但是 接下來 我跟大家講喔 就是 政治人物就是一個很尷尬的職位 就是 累的時候喔 你會覺得 怎麼這麼多事情 什麼時候可以好好的休息 終於投票完了 要休息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感覺好像不太對耶 這個 這個休息是 可以休息嗎 這個再休息下去 會不會出事情 好像 太閒也不行 你知道嗎 你知道就是 那個 之前看那個直播 人如果害怕是非 請你放棄當紅 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因為 你有屬非 就是因為 你紅嘛 人家自己評論嘛 所以 人家自己 不管是油膩還是 正味還是 負面 至少你是紅的 政治人物也是一樣 就是 如果你沒有事情做 你太閒 那不好意思 你就掰掰 你就會被那個 你就會被忘記 你知道嗎 還好 我就想說 這個 最近呢 我們又開始有新一波的行動 我真的是 你知道 說到沒有 應該要死 結果 現在休息不到兩天後 繼續來務 接下來其實就是過年啦 所以 我們就是有準備一些 什麼 春聯啊 紅包袋啊 然後 包括我個人的 這個 這個什麼 限量版的口罩 上面就是 我的名字 跟我的Q版公仔 可愛可愛 這樣 準備要刷下來的時間 接下來的時間 到過年前 我們會找一些 路口 蔡奇亞 來奔奔的就對了 來發給大家 然後 歡迎到時候 在電台上面 跟大家來預告 會跟大家來預告 因為 最近也開始 要怎麼說 算是說 找一些電話 包括里長 一些電話 的頭人組織 那也歡迎大家 就是如果有 推 就是怎麼講 如果有一些朋友 他是 可能對我們基金的 理念有支持 但是 不是說 很了解 可能有些幸福 也可以來推薦 我們都非常願意 就是 道府說明 跟這個櫻花 這個櫻花熱水器一樣 直接到你家去安裝 熱水器 我們也要到你家去安裝 台獨的理念 這樣啦 好 切入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很有趣 因為這個 大家知道 國民黨的趙紹康 國民黨的趙紹康 他呢 其實有開那個 有節目 齁 我之前就說 他不會當黨主席 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 他當主持人 每個月 欸那個 他們當幾十萬到幾百萬的收入 他不要賺 然後去當國民黨的黨主席 然後 當黨主席還要負責募款 自己不夠 還要自己貼 哪有可能 齁 所以我正常一直懷疑 說 他是 他是想要選總統啦 但是他應該沒想要做黨主席啦 齁 他想要直接 直接攻大位就對了齁 那這個趙紹康呢齁 這個 做了 做了什麼事情齁 這個趙紹康 他就是 呃 在他的節目叫做 鄉民來創康 齁 他在這個創康的節目裡面 真正 創一康 自己今天叫全台灣的所有人 走到沒力 尤其是我們高雄人 走到沒力 創一康很大康 什麼事情齁 這個趙紹康說什麼 他在節目裡面說齁 對 他說齁 因為他本來是在講這個 投票率啦 齁 他說齁 公投榜大學那一年呢 投票率也才54%啦 齁 但是呢 如果你公投沒有 把這個總統代算辦這會 就像單純公投來講啦齁 大概落在40%左右 齁 那因為兩黨競爭激烈 一邊算20就好 兩邊都20% 啊門檻是25% 這樣就不會過了嘛 齁這很簡單的 手法問題而已 齁 啊他就說啊這個跟他算的一樣啦齁 齁 好 那這個 另外一位呢齁 這個曾經當過國 欸民進黨齁 不要懷疑齁齁 是民進黨 不分區的這個郭正亮 我到現在我都很想知道 到底 2016年 是誰把郭正亮排進民進黨的不分區名單呢 這個人要不要出來道歉 你知道郭正亮現在根本就是 綠營公敵啊 陳柏偉要被罷免的時候 也是郭正亮每天在爭論節目上面 到處就是 就是攻擊陳柏偉 公投的時候也是郭正亮 啊現在這個人還是在 齁 大家以為他是國民黨前立委 沒有耶 郭正亮是民進黨的前立委 所以我告訴你 因為他是2016年那時候的不分區啊 齁 2016年小英第一次選 小英 六選之後 後來再選一次 2016年的時候 他做這個不分區 所以我很討厭說 到底是誰把郭正亮 排進這個不分區名單 就是 你知道那個概念 那個概念就像 誰 誰就是 我不知道耶 郭高 高嘉瑜也是那樣 也是類似的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民進黨支持者 自己本身就不喜歡的民進黨人 對啊 我就不知道誰會把 誰會把這個 這個排上去 不管啊 重點不是郭正亮 郭正亮說什麼 他說民進黨是靠四大縣市 屏東 台南 嘉義高雄 讓整個公投 戰況翻轉 好我們往下看喔 然後呢 趙少康就講了什麼呢 他說啊 所以 南部完全不看公投內容 只看政黨立場 不用看什麼高雄 台南屏東 高雄一個地方就夠 他說 這個高雄不同一票 20萬票 台南不同一票 16萬票 即使不算台南 假設其他地方都打平 光是高雄一個地方 某個程度上來講 高雄人就逼著全台灣人 都得吃萊豬啦 這個是趙少康的說法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誣蔑他 我來播給大家聽 這個地方一過來 就差20萬票 所以你看高雄多厲害 台南多厲害 從某個角度 高雄人就逼著全台灣人 都得吃萊豬啦 一個地方就可以了喔 其他地方加起來都 高雄一個地方就 壓倒性 過吃萊豬 大家當然要吃萊豬 就變這樣 所以說其實我們這個 這個是 剛剛那一段是 趙少康在節目上的這個 影片的回放 我有把它揭露下來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高雄的票很高 所以 換句話說 高雄人叫全台灣吃萊豬 大家就要吃萊豬啦 這個 我覺得比較不舒服的是 逼這個字 你可以說高雄人 否定掉了反萊豬這個提案 當然 講白了 全台灣那麼多的不同意票 又不是只有高雄人投票 這是全國性投票嘛 所以就算萊豬提案被否定掉 他也不會是高雄人的問題啊 也不會是高雄人的責任 高雄人沒有 沒有這麼的 沒有什麼 我們高雄人說的算啊 當然 長期來講我當然是希望 台灣是高雄說的算 因為畢竟我們高雄的 在台灣的這個整體 中華民國的這個國家 國家的這個定位之下 高雄就真的是 比較弱勢的城市喔 如果讓我們說的算 那就真的是比較好 那 趙沙康說什麼 全台 高雄能逼全台灣都得吃萊豬 這個 我是覺得蠻不好的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國民黨 你自己在高雄 就有4億元 不管是你要參選 國民黨這次新人少得可憐 全部都是老屁股 全部都是在搞連任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黨的危機 就是說 就是說你看喔 民進黨雖然每次 在選舉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派系之間的 什麼初選啊 然後殺的這樣刀刀劍骨 血流成河 然後被人家講說什麼 派系鬥爭什麼的 但你要知道耶 人家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會有一些新的人 他會有一些新人 透過競爭的方 雖然這個競爭可能 你會覺得刀刀劍骨 或怎麼樣 但至少 他都是經過一番的競爭 他都是經過一番的競爭 經過一番的刀光劍影之後 強者會被留下來 對吧 那國民黨不是耶 國民黨大部分都是用徵招的方式 而且基本上他們都是保守提名 什麼叫做保守提名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比如說這個選戶裡面 比方說像我三民區這邊 他們國民黨就沒有要提新人 就是現任的黃香淑、曾俊傑、黃柏林、佟彥真 就一樣提這四個 他也沒有要再多提一名 基本上就是 其實講白的這個規則很好笑 就是說 他是要保障現任 一個有前瞻性跟未來性的政黨 他理論上應該是要促進競爭 然後呢 怎麼樣 他不是要保障現任 他是要保障競爭力 跟保障議員 他的價值 永遠都是走在最前面的 所以也超額提名 但是如果你的政黨 你的提名都是為了要給現任的我下來 保障這些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人家講的 敗向以現 因為你沒有把握 你提新的人 他有機會當選 你也沒有把握 舊的人 有辦法全部都活下來 所以你只好去保守提名 然後呢怎麼樣 其實保守提名 翻譯就是三個字 吃老本嘛 因為你知道這個選區裡面 現任的 習士 大概就是夠 夠撐三到四個人上來 那 那你就是提 剛好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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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危機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你這個政黨沒有年輕人進來 所以你就算你想要超額提名 我們就假設他們想超額提名 他也辦不到 好 因為運動裡面沒有其他的人啊 沒有新人出來啊 好 國民黨這一次在高雄 要提的新人 真的手指頭算得出來 我自己唸的出名字就兩個 呂慶瑋跟李廠志 然後 這兩個都是韓國瑜 那時候做過 做過 一個做過李梅珍發言人 一個做過 韓國瑜發言人啊 啊其他的 其他的有什麼年輕人 我真的 我是真的 都 嗯 對就是完全沒有 沒有聽說 完全也不知道 那 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蠻可惜的啦 好來 那當然 國民黨自己在高雄有議員 你也有議員的參選人 那 這些人接下來 都要爭取高雄人的認同 那選區裡面 我跟大家講 國民黨也不是全部都支持同意票啦 國民黨裡面 制作 他算股票耶 知道說美國跟台灣 之間的貿易關係 不能出事的人 他敢投同意喔 他來自敢投同意喔 不要鬧了好不好 我跟你講啦 他可以跟黨過不去 但不會跟股票過不去啦 所以這些人沒有全部都投 沒有全部都像朱立倫講的 什麼四個都同意 沒有啦 啊你說這些人 國民黨不需要經營嗎 也是要經營啊 啊你現在 一句話說高雄能逼全台灣人吃萊豬 我就問一句話 我就問你啦 啊你高雄國民黨這些人要怎麼選 以後還要不要選 這些人以後在高雄還要不要活下去 還要不要立足 啊你 你一個趙少康在北部講這句話 你幫所有高雄的國民黨議員 去得罪他的選民 你有病是不是 對啊 來就問兩個問題嘛 第一個 高雄的國民黨議員 同意 趙少康講這種話嗎 齁 如果不同意的話 你們要不要代表高雄人 或者是幫高雄人 去要求趙少康道歉 去跟趙少康 至少你好歹跟發個文 跟趙少康抗議嘛 對不對 啊第二個 如果你們這些議員 同意趙少康這種言論的話 那你們剛才下一屆不要選了啦 你剛才下一屆就不要選了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你的台北同事 你的台北大佬 隔空 貼高雄人一個什麼 逼全台灣吃萊豬的這種標籤 啊講得好像我們什麼壞人 十二不十二一樣 啊你做一個高雄市的國民黨議員 你連你黨內的同志講了一個這麼離譜的話 啊你都不敢提高雄人發聲 我怎麼敢期待你 國民黨的高雄議員 以後能夠幫高雄發聲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當來趙少康 那是你當來可以溝通的人 你都不敢說啦 以後咧 對 對吧 所以 所以我覺得趙少康這個真的 蠻瞎的啦 高雄人逼全台灣吃萊豬 你怎麼不說高雄這麼多票 是因為高雄人要教訓國民黨 對啊大家想看嘛 你一路 國民黨為 當時 為那個 韓國的黨選了 那高雄人當然是吃到羹啦 那天那一次 那一次是真的很大的一個教訓 接下來不管是2020年的 韓國瑜選台北選 選總統 到 罷免案 到罷免韓國瑜案 到罷免黃潔案 到這一次的公投 兵敗如山倒 你沒有一次贏的耶 你國民黨在高雄亂七八糟耶 你現在連市長候選人都提不出來 整個一盤散殺 當然我是蠻開心的啦 因為畢竟我們本黨的黨綱 就是要求國民黨要倒閉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意思是說 你已經兵敗如山倒 慘喪加慘 超超康都在臉上寫個慘字了 結果 你竟然 你竟然還可以去罵高雄人 是有什麼毛病啊 好來 廣告時間了 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來 山谷燈光學來了 全台海拔最高 雲端上的耶誕樹 雲萬朵LED玫瑰花海 就在離山谷關 每週六還有原名歌舞表演DIY體驗 還能把離山三寶雪梨田市與蜜蘋果 通通買回家 歡迎大家一起來離山谷關過耶誕海跨年 詳情請上去由山山粉絲葉查詢 以上為江東部觀光局 山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廣告 媽 妳要去運動喔 要記得穿得更更的喔 有啦 妳看 我真的穿穿的運動衣 有更沒有 上面還會幻光耶 讚喔 妳在等過車路的時候 也不可以騎手前 要突然有三大部看船喔 我知道啦 老師也說過 不可以站離馬路太近喔 還有 過馬路也要注意轉彎的車輛 不要低頭滑手機 太危險了 爸爸妳要以身作則喔 快樂點播網 關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天氣越來越冷了 夏天的衣服可以準備收起來了 是啊 對了 那妳家冷氣機也收好了嗎 冷氣也要收 當然啊 你知道嗎 冷氣不用時也會有待機耗電呢 所以飛下月時 要記得關掉冷氣機的總開關 也可以順便清理冷氣機的濾網 隔年用電更省喔 節能不分季節 愛地球做就對了 更多省電廟方 快上節約能源園區網站查詢 以上廣告由經濟部能源局提供 真邊時事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妳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 提供給妳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關懷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希望跟聽眾聽到在內 快樂點播網 這是一個最愛快樂的地方 社群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連播網 歡迎回來快樂聊時事 這部時間 我是朱麒麟 張曉博 我們剛才說到 照照看 高雄人逼全台灣是來豬 你那個 你那個 那個什麼 大家知道這次核四 核四公投 全台灣最支持核四的 是哪裡嗎 同意票最多的 是金門耶 是金門耶 所以我們現在要說 金門人逼全台灣使用核電廠嗎 就是 就是大家會做這種事嗎 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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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強迫 強迫 就是 就是把這個標籤貼在 貼在核四的身 也貼在金門人的身上 說他們逼大家嗎 對啊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但是趙少康的這個說法真的很瞎的一件事就是說 他把一個大家的責任 他把一個大 因為今天我講白了 公道什麼人辦耶 公道你國民黨辦耶 公道你國民黨辦耶 是我們拿刀拿槍逼你國民黨辦的嗎 沒有耶 你自己要提案的 你只提兩案 然後你只提了這個萊豬跟公投綁大選 你硬要把藻礁跟核四綁進來 說四個不同意 一切都是你國民黨自己搞出來的 那你要贏 你就好好去拉票 啊你拉票能力又很差又辦 就做不到 對不對 你自己提的案自己沒有辦法負責 然後你自己也不願意 不願意去把這件事情把它做好 然後你怪高雄人 這什麼道理啊 這什麼 這什麼道理我不懂耶 你自己推了提啊 沒有人逼你喔 那你不去做功課 你也不去努力拉票 然後你就是從頭到尾 就是一套論述 啊毒豬肉毒豬肉 從頭打到尾 對啊 你這樣子就想要過公投喔 公投這麼簡單喔 對啊 就很瞎啦 朱立倫說呢 不要在黨內 朱立倫說不要在黨內找戰犯 結果趙少康有聽話 朱立倫叫不要在黨內找 他真的沒有在黨內找 他不要去黨外找 而且他找來高雄 他把高雄人當成戰犯 他開始把我們叫 對啊 你原本以為說 啊這個蘇布奇呢 這個蘇布奇這幾個是最近 以前是講 被講乃哥啦 現在蘇布奇就是講嚴家嘛 然後結果現在呢 嚴家蘇布奇之外 才發現說 啊國民黨也輸不起 有沒有你朱立倫 朱立倫 拜六投票 出門正前 啊媒體訪問 他就說 今天是什麼民主啊 展現民主的日子 啊晚上選輸之後 公投已死 民主死亡 不要這樣好不好 選贏都你的 選輸都別人的 有這麼好的事情喔 都不用負責喔 對啊我覺得這個 這個很好笑啦 這個很好笑 然後呢這個 呃這個什麼 陳其邁市長在今天 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也說他說 趙少康的說法是 邏輯的錯誤啦 他說如果按照趙少康的邏輯呢 新北市也有70多萬人 對反萊豬公投投下不同一票 難道是新北市 強迫大家吃萊豬嗎 齁 其實 其實怎麼講 我覺得啦 我其實是這樣覺得就是說 趙少康這些人現在 公投這個船 這個就很像一艘 準備要乘的船 那 現在國民黨的每一個人呢 都希望自己不要當 船上的那個最後一個 齁所以就搶著跳船 那 只是跳船有很多方式 齁 這個有 比方說像林維州的 齁講說這個直接坦 林維州的跳船很簡單嘛 齁 我辭副秘書長 齁辭職 然後呢 開始來說什麼 啊這個就是當時的這個什麼 判斷錯誤 策略錯誤 齁 然後 然後才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齁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林維州的說法 齁 齁 那趙少康的跳船 就跳得很難看 因為他跳到別人身上 啊跳到高雄 他把高雄人當浮板 你知道嗎 齁 因為都是你們高雄人 必全來萬事萊豬 然後呢 這個高雄人投票呢 都不看內容 齁 看政黨投 我跟你講啦 今天高雄人 就算我們不看內容 看政黨投啦 你國民黨也沒有贏啊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算今天高雄人 全部都看政黨投 你國民黨也沒有贏啊 那今天的狀況是 今天的狀況是 大家沒有都看政黨投 你國民黨還是輸嘛 啊所以輸就輸 你就承認到底是有什麼 好在那邊 就是我看這個狀況很討厭 那個 給我一個很討厭的感覺 就是說 輸了還要硬拗啊 一直硬拗啊 真的不知道 趙少康這個人 在想什麼 齁 好 那 除了這個 趙少康的這個問題之外呢 其實還有 還有 還有這個啦 就是說 今天 今天 這個政治評論員 李正浩 林正浩 他也在臉書講 齁 他說什麼呢 這個 整場公投調性 由戰鬥欄主導 在喊出四個同意之前 完全沒有跟國民黨內部 各大諸侯溝通 那 透過自身的媒體聲量 綁架國民黨中央跟地方諸侯 這個 就是事實 齁 對啊 誰是戰犯 你趙少康就是戰犯啊 你知道 趙阿康這種人齁 就是我們在搞政治的 最怕就是這種人 你知道嗎 就是 他不用扛責任 因為他沒有在黨內的決策機制 他也不用負責 他事前不用跟你開會 不用跟你協商 不用跟你溝通 然後他也不用 在為事後的責任負責 因為他從而到來 他就是沒有在決策機制裡面 可是呢 他在外面上又會到處 就跟大家宣稱說 他代表黨 齁 這種的我最怕 你知道嗎 因為他出去的一言一行齁 每次出事情呢 回來就是要我們 要在內部的人負責 怕死了 趙少康現在的行為就是這樣 他不用負責 他講話講錯也沒差 反正黨中央會被罵 不是他被罵 齁 那 這種 這種人是 蠻困擾的啦 蠻讓人困擾的 所以你看李正浩都講啦 他說 趙少康的戰鬥欄呢 喊出四個同意之前 完全沒有跟國民黨的諸侯 內部諸侯溝通 那 透過自身的媒體高聲量 綁架國民黨中央 與各地 各大地方諸侯 這也是事實 那他說呢 李正浩認為 戰鬥欄網路聲量很高 但是現實選票很少 也是事實 最終選票如果不如預期 不怪趙少康要怪誰 好 難不成這場公投是侯友宜硬要推的嗎 欸 這個有趣喔 這場公投其實我覺得 這公投其實前面他在推的時候 當時最大力的除了就是戰鬥欄嘛 這個沒有問題嘛 他們就是一直覺得說 一尊人買錢不要如果是這樣 戰鬥欄 他覺得江啟臣太軟弱 好他覺得江啟臣太軟弱 所以呢他其實就在背後一直推一直推 所以國民黨兩岸最後變四岸 大家有沒有印象 朱立倫之前被罵說這個 為什麼核四的安全可以一直改立場的時候 他有講過一句話 他說 核四會盡力協助 但是呢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不是 什麼 不是國民黨提案的啦 這個是 這個是當時江啟臣的 朱立倫的一個說法 那所以呢 我記得投票完那天齁 我就說 你看你看 你看 我跟董事有辦大門吃麥當勞 我來跟他說 你看 原地的這個投票 說是什麼 導 導 什麼 導書公投 不是導遊 也不是導念齁 導書公投 結果 導到尾了 導到尾了變成 導豬公投 就是說 要目擊而已 朱立倫差一點就掛了 朱立倫差點就是 在這個公投當中被淹沒 你知道嗎 差點就出事了 出事了阿伯 所以 你看喔 李正濤的講 他說戰鬥欄 這個 這個 決策錯誤 趙少康本來 趙少康本來就是 國民黨的最大戰犯 然後呢 他說 更謊論 新北市的票開得 比台中好太多了 為什麼趙少康不罵盧秀燕呢 不就是因為他把 侯友宜定調為自己 2024總統之路的假想敵 想要趁機 殺侯友宜一刀嗎 這個是李正濤的說法 其實蠻有道理的 你知道 戰鬥欄內鬥最強 然後呢 這個 李正濤最後也說 他說 政治本來就是 你殺我 我殺你 這也沒什麼 那 不要這個 一邊在臉書上 呼籲說 不要找戰犯 然後呢 你一邊 在自己的節目 就說 侯友宜就是最大的戰犯 這種操作 根本就是三歲小孩等級的操作法 趙少康出道這麼久 這道理 都 不懂嗎 這個是 這個是李正濤的 李正濤的這個 這個 這個說法 李正濤的這個說法 我是覺得 對啦其實 其實蠻有趣的就是說 侯友宜說 不要找戰犯 然後 你趙少康 馬上去找別的戰犯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很簡單嗎 他要在大家發現 他才是戰犯之前 先找到其他的戰犯 這樣他才可以 擺脫啊 他才可以 一次把這個東西甩鍋啊 你甩鍋這個字 前陣子很流行嘛 對不對 他甩鍋啊 他要把這個東西給甩掉 好 那 這個 我 其實 我其實自己是這樣想啊 就是說 今天是高雄人很明確的知道說 核四的安全 你知道 大家知道那個嗎 台北市 我現在連票數給大家聽 我一趕快點 我也覺得不可思議 台北市 核四 核四電廠 的 同意 跟 不同意票 同意跟 不同意票 很誇張喔 很誇張喔 台北的核四 是二十四萬五千六百票 台北的 欸不是 台北的核四同意票 是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九十四票 不同意票是二十四萬票 所以 台北人蓋核四的支持率 竟然比不同意還要高呢 欸 大家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 核四是一個 出事情 他第一時間危害到新北 第二時間就是基隆跟台北市 跑都跑不掉 再來就桃園 然後 台北市自己本身支持同意的票 竟然還比不同意多了將近五千票 對啊 這個 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你不覺得這個 這個很 就是 你們是最切身利益相關的 然後 你竟然 無感 然後甚至你還支持 然後 你說我們南部人逼全台 我跟他講南部 不是南部人逼全台灣吃萊豬啦 南部人 救了全台灣啊 南部人救了全台灣啊 那 我們還要被趙少康在那邊 在那邊 考試 我覺得 我是覺得很衰啦 我是覺得很衰 啊你高雄的國民黨議員 如果真的不想選 你知道我 我聽到人 欸 子瑜啦 子瑜在他的面子 寫一句話啦 他說 我們台灣 台灣過去是不是 南電北宋 然後呢 時代力量他們那些搞不清楚狀況 還說什麼叫南氣北宋 南部的天然氣送到北部 去讓北部燒 神經病 你瓦斯桶買到家裡了 你不把它放在瓦斯爐旁邊點火 欸 這個 裝起來 難道你要把瓦斯桶拿到你房間嗎 然後你在瓦斯桶放你房間 然後講說 沒關係啦 我從我房間後拉管線 一樣可以拉到廚房啊 這就是時代力量的邏輯啊 對啊 這個時代力量的邏輯 啊 我要說的意思是說 南部人 過去 我們在寒流的時候 我們打不到票去找票 好像白痴的 但現在我們南部人可以很驕傲的往校北部的朋友 你們投那什麼 你們投那個 那個什麼成績 那個才是嚇死人 好 那 呃 呃 那個什麼 至於那個文啊 至於那個文 我們以前的南電北宋 好 然後這一次是什麼 北票難補嗎 北部缺的票南部人補上去 所以叫北票難補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另外叫北七難救 北七難救什麼意思 這個難救不是很難以拯救 是南部來救 就是說北七太多 南部我們多二十萬票 剛好去補那些同意票的 欸不然這有輸了耶 一想看看 雖然說啦 雖然說都沒有過門檻啦 好雖然說都沒有過門檻 但是你要想 沒有 就算沒有過門檻 如果說不同意票 輸給同意票 國民黨會不會繼續鬧 會餒 會 好所以 所以這個其實選舉還是影響很大 差別還是 還是非常非常的多啦 好 好那最後呢 也要回到這個所謂的公投 因為今天有電視台來採訪 採訪的內容大概就是在講說 這個 接下來因為 因為這個公投嘛 那 在這個公投案的過程當中 其實地方很多的這個 要選議員的啦 包含說現任的議員 其實也是在這個公投期間 因為民進黨三月就要初選 所以對民進黨的參選人來講 現在沒有什麼比初選更重要的事情 那當然公投的話 一定除了一方面是 拼這個公投 另外一方面當然就是也會希望在地方上去 跑組織啊 建立人際關係啊 然後跑給選民看到 讓他知道說 你在這個地方是有要選的 好有很多的 很多的這種 很多的這種方式 那今天民視就有來 來問這個部分 那預計是好像禮拜六會播出啦 預計是禮拜六會播出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 好 那 在這個公投 為什麼剛剛講這個公投 原因很簡單喔 就是說 接下來公投結束了嘛 對不對 那地方呢 地方就回歸到正常模式 上面就正常模式 就是接下來民進黨三月會有一個議員的初選 那包括民進黨之外的其他國 其他不是其他國家 其他的政黨 齁 那大家就會有這個明年底大選的這個 這個這個壓力在 齁 那所以大家各式各樣都怎麼樣來做宣傳 其實這個就 就蠻重要的啦齁 那其實對 以激進來講的話 像我們就是因為 我們這邊的候選人說白了 除了我之外 其他的候選人 大家可能就比較 不知道齁 啊你有聽電台 你可能就知道說 子瑜是要選擇贏那麼K 但是我們還有人家大聲大聲 有交情的候選人 包括一個人家大了齁 跟這個邱宇軒 要對誰的候選人 我們都有 那就是大家平常是 比較沒時間跟人實在 齁 所以呢其實這場選舉當中 我們也會去強調所謂的品牌識別 齁就是說 你在推銷的時候 你不只是推銷你個人 你也要推銷洞 齁 依洞 作為一個集體的核心 所以我們在派人的時候 只要是這個洞派出去的 都賺錢 齁 齁 不管是你是要給我的選港 還是說內部齁 這個 這個 這個餐廳裡面的 這種客廳 我們都是可以整理 請品質保證 齁 什麼叫品質保證 就是說 這個 大家對政治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想法 但是在我們這邊呢 基本上大家大部分的想法 是一致的 齁 通透結果跟這個縣市長全 縣市長選舉的連動性 那怎麼看 齁 我們廣告之後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拜拜 聽一首輕鬆的音樂 喝一杯咖啡 品嘗高雄在地美食 騎乘U-bike逛逛高雄在地風景 利用高雄市公車 高雄捷運 輕軌 暢遊高雄 體驗在地人文風情 到高雄遊玩 輕鬆又有趣 搭乘高雄便利的大眾交通工具 跟著我們放遊大高雄 Betty 早安 Andy哥早 我發現你最近的穿着特別鮮豔 有點像聖誕紅 被你發現了 因為聖誕節快到了 特別的期待 經典聖誕節有什麼好玩可以推薦 有啊 我規劃了一個高雄聖誕一日遊的行程 剛好趁機舉辦大學的同學會 真的超期待的呢 你有什麼規劃啊 因為很多同學要從外縣市來 所以我規劃搭大眾運輸有高雄 首先先搭乘高雄捷運到凱旋站 再轉搭輕軌到C5夢時代站 參加Isharing聖誕活動 中午再搭乘輕軌到C8高雄展覽館站 到台旅逛耶誕市集 順便吃午餐 下午再搭輕軌到C10光龍碼頭站 參加愛河霓虹派對活動 邊散步還可以邊聽音樂呢 這麼愜意啊 還沒還沒 晚上我打算在光龍碼頭租U-bike 吸到不惡兜峰 還能去看閻城百年教堂耶誕點燈喔 哇 那很剛好這些景點 搭輕軌都可以到耶 是啊 那你可要好好當高雄一日翔導喔 那是當然囉 Andy哥我去上班囉 好的 下次再聊 歡迎回來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來快樂聊十四這部時間 我是朱祺琳張曉博 大家有沒有覺得今天天氣是真的非常的不穩 就是說外面昨天還很冷喔 然後我 你看如果你看線上直播的話 我現在穿的是這個 長袖的長袖的這個大雪梯 我裡面還有穿一件網那個 網狀的那種就是內 講內衣好像怪怪的就是 就是背心啊 然後我剛在路上騎車從我家 因為我住在三明區嘛 我住在那個那個建公路那邊 我整路這樣騎 哇賽 有夠熱的熱 就是回溫回的超突然 我以為因為今天早上下雨 你知道嗎 然後我想說哇下雨應該 這個天氣不會好到哪裡去 應該會冷 結果殊不知 哇下雨之後那個 那個天氣還是 欸 對啊 這天氣瞬間回暖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們北部的 台中朋友感受如何啦 但是 至少 至少我自己在高雄 是覺得 哇怎麼怎麼怎麼 瞬間回溫了 或流汗的那一種 齁 來我們剛剛講了齁 這個公投到底有沒有牽涉到地方型的選舉呢 齁 那 這個 呃被勸禁挑戰金門縣長的立委 陳愚貞受訪表示齁 他說民眾對於全國性的公投相對冷漠 地方基層選舉光顧民代跟選民之間的關係 因此公投影響性不大 但是呢 公不可諱言齁 這一次對國民黨確實 齁 是一個挫敗齁 齁 嗯 他說要趕快調整腳步 相信2022還是大有可為啦齁 齁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啦 就是說 國民黨222還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國民黨222你的選舉策略 你還是要像現在這樣子的話 你絕對大有可為 齁你絕對大有 你絕對大有可為 因為 因為你還是 你完全不知道台灣人要什麼嘛 對不對 你絕對大有可為 你不知道台灣人要啥 你就是在憑感覺啊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很扯 一件事就是 他就是憑感覺 然後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喔 這個是林維洲說的齁 公投全軍覆沒 林維洲說什麼 他說 喊了四個同意 造成與侯友宜的矛盾 齁 他說什麼呢 他說啊這個 國民黨公投小組執行長林維洲表示 他說國民黨犯了嚴重的錯誤 話天理犯了錯 這個換了 犯了最近很恐的一首歌啦 國民黨犯了嚴重的錯誤 自己推兩岸 但卻四個都同意 造成新北市長侯友宜跟黨中央矛盾 誰叫你們要這麼挺那個 國民黨金孫黃士修 然後呢他說啊 這個 我看他怎麼寫 他說啊 早戰犯沒有切入要點 然後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策略錯誤 那他說呢 國民黨只推反萊豬跟公投綁大選 後來喊成四個同意 全面對抗民進黨的四個不同意 造成侯友宜林之廟 跟部分的縣市首長 這個 跟中央之間的矛盾 他說如果後面就回到自己提出的兩個公投案 就沒有這些矛盾啦 藍營大敗已經是預料中的事 可是其實國民黨內部有些幕僚他們是 不這麼認為的喔 他們是說呢 其實如果你沒有喊四個都同意的話 會很難動員 會很難動員 投票率可能會低啦 投票率可能會低就對了 啊 你不覺得林偉舟這個東西 這句話蠻 蠻怎麼講 蠻不打自招的嗎 是怎麼我說他不打自招喔 真簡單喔 因為怎麼 因為今天 你國民黨 要跟四行公道的時候 你口口聲聲告訴我 他是為了守護死安 你口口聲聲告訴我 台灣會缺電 你也口口聲聲的告訴我要保護三階的藻礁 講了這麼多之後 現在你們的公投小組組長出來 你們的前副秘書長出來 他的說法是什麼 我們當初其實本來只有打算提兩岸啦 但是後來 這個可能是為了投票 我不知道他是為了什麼原因 但是呢 就是說 把這個兩岸 跟另外兩岸 全部併在一起一起投票 所以這個是 非常瞎的一件事情 非常瞎的一件事情 那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所以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他其實證明了一件事情 他證明什麼 他證明說 你根本就是為了反對民進黨 你根本就是為了反對民進黨 所以你才把這兩個案子 跟 那個 跟那個所謂的另外兩個 不是國民黨的案子 並在一起 來投票 所以其實林維州雖然說 他是在講 他是在講說 他為了要 他為了要 這個策略的錯誤 所以他要辭職下台 可是問題就是說 他反而也突顯出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國民黨的策略錯誤 是因為你為反對 而反對 所以你再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 趙少康在說什麼 這個 趙少康在講說 高雄人為全台灣人吃奶豬 可是你把 剛剛林維州的這個說法 加進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換另外一個概念 你就可以轉換一個概念是什麼 不是高雄人逼全台灣人吃奶豬 是國民黨為反對而反對 所以在全台灣 搭上這台 國際的班機的時候 飛機一起飛 國民黨就說什麼 國民黨就說 我們現在來表決 要不要換機長 我們現在來表決要不要換機長 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就印證到 我要一開始 我們第一段有講 就是說這個公投結束之後 怎麼會這麼空虛 怎麼會這麼空虛 因為什麼事都沒發生 你公投結束之後 核四本來就停建啊 本來就停建 所以有沒有這公投都沒差啊 那萊豬已經開放進口一年了 就算吃到也不會怎麼樣 沒吃你也買不到 你想吃你也買不到 就算你不小心吃到了也不會怎麼樣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那所以 有沒有這公投有差嗎 再來 藻礁也是一樣 藻礁過去 可能兩百 國民黨開發兩百多公頃 現在變成民進黨二十三公頃 好吧 頂多給你蓋那個橋墩的時候 橋墩有不小心碰到藻礁 加零點四好不好 台灣少一塊藻礁會死是不是 不會嘛 所以 有沒有過根本就沒差 好來繼續 做一個什麼 剛講核四講過的藻礁來主 公投綁大選 現階段公投本來就是跟大選脫鉤 那這個投票結束之後也是維持原案 跟公投綁大選脫鉤 那所以也沒有不一樣 對啊 那你就會有一個 如果你跟我一樣你就會覺得 你就會有一個Kemoji覺得很差 就是想說 所以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沒那麼久 有什麼說到沒什麼 我最近身體真的有夠壞 就是前陣子那個為了公投的事情 就是忙到身體變超糟的 沒有一堆之後 我們近年不是要得到一個新的東西 這不就是因為 國民黨拿東西出來亂了 我們為了要讓它賣亂 所以我們 我們動員 我們演講 我們騎路口 我們有本社車 我們大堆有的沒有的 我們目換 我們做公格 我們做選團車 為了都是 為了不讓國民黨亂下去 所以 你講到這邊你就會覺得 就會覺得 到底在幹嘛啊 就是這個 這個國家被這個政黨這樣亂亂亂亂 所以 所以這個 趙少康說什麼 怎麼逼全台灣人吃萊豬對不對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高雄人沒有逼全台灣人吃萊豬 但是呢 高雄人絕對 絕對 因為這個戰鬥欄的名字 高雄也一大堆戰鬥欄的議員 高雄也一大堆戰鬥欄的議員 接下來絕對是高雄人繼續 因為國民黨四連敗嘛 你四連敗之後 高雄人就繼續讓國民黨五連敗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在下一次的選舉當中 不是逼國民黨四來出 我們要逼國民黨的高雄市議員 再次的去減少他們的喜事 逼他們退出政壇 欸不要說不可能喔 不要說不可能喔 按照國民黨現在那個樣子 是真的蠻有機會 就是整個喜事大規模的萎縮 因為 因為 如果一個政黨 他只剩下靠意識形態來投票的話 這個政黨就完蛋了啦 那國民黨現在的狀況很明顯就是 會 稍微靠一些經濟 或者是一些民生 民生什麼有的無的的 或者是靠形象牌投票的 可能都會被民眾黨吸走啊 我們先不管他的政策對或錯 或他的經濟政策有沒有問題 那 國民黨這邊就會剩下什麼 靠Kimoji投票的 靠意識形態投票的 對啊 啊這些人有多少 這些人你還顧得到幾個 因為國民黨在現在的狀況 就是 水人顧死命 他真的是水人顧死命 大家都在顧自己啦 沒有一個 他其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指揮系統 就亂七八糟 那個就很像國民黨推公投 結果最後被戰鬥蘭把整個 把整個 整個主導權都搶走 然後結束公投之後 戰鬥蘭的發言人 趙少康還出來罵人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國民黨遇到的一個狀況 晚七八糟啦 來 也跟最後節目啦 節目最後跟大家講就是 下一個戰場在哪裡 下一個戰場 是在 因為我們前面講這個萊豬 是能夠關係到 進入 進入這個 這個CPTPP嘛對不對 很重要 好 下一個戰場 就是 日本 福島 的這個食品 能不能開放進口 好 那同時這件事情又是 這個 這件事情跟萊豬一樣 我跟大家保證 國民黨就會說 啊 蔡政府逼人民吃核災食品啊 蔡政府反核四又進核史啊 我跟你講這個口號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什麼 反核四卻進核史 這些這種東西 好 那 我覺得 我覺得啦 憑心而論啦 萊豬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用科學的這個 理論跟數據 跟國際的標準 來看待的話 日本福島的和平也是 日本福島的和平 日本福島的和平 和不是 日本福島的食品 今天來加記 日本福島的食品 我們也應該用同樣的標準來看待 就是說 在檢測上 檢測上有沒有問題 OK 檢測上有沒有問題啊 那 應該是以科學的角度來看 而不是說人日本要出口什麼東西 你啊 核災食品 核膚色 他如果沒有監測到核膚色 你就不能說 說他有核膚色 OK 然後一樣 市場法則啦 日本一定會希望他的食品 可以進出口到台灣 到其他世界的每個國家 不是針對台灣而已啦 那我們也一樣 我跟你做生意啦 但是我不買種心了吧 OK 這個態度跟萊豬一樣 下一個戰場在這邊啦 先預告給大家聽 來時間關係 非常感謝聽眾朋友 今天在收聽 我是張曉博 阿明仔 阿不是呢 我們一樣 共中再會 掰掰